好 我们刚才非常勇敢地 回到台湾 参加我们婚礼之后呢 终于开始工作了 但也进了很好的外商公司 不过不开心 因为我是转系的嘛 我其实从小就一直以为 自己会当插画家 那读了四年的商学院 当然后来就进了广告公司 外商的广告公司 那时候三十几年前 一个月也是三万五 然后也是很好的薪水 但是我就每天上班 我就打个领带 然后就觉得 我到底在干什么 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后来有一次 我们有一个厂商是OLE 他专门在负责OLE的 一系列广告 那我不知道大家 还记不记得OLE 有的时候大家喜欢看完 就说喝OLE就会变得很年轻 有没有 然后OLE有一系列广告 很有名就是说 他所谓的什么老师片 什么小阿姨片 就是说有一个很帅哥 然后在某个地方 看到一个女生的肩膀很漂亮 说这个女好漂亮 我应该打着 小姐 然后那女生一转过来 老师 你知道吗 你是我高中老师 就是说她的肌肤有这么美 美到说你以为她是一个辣妹 结果她不是 她是你老师 然后后来我们要拍下一支广告 他们定为小阿姨片 也是一个帅哥 然后在游泳职盼 然后在派对的时候 看到一个女生 肩膀非常美丽 然后就 这女生我一定要跟她打招呼 小姐 然后她一转 小姐 这样子就 这样子就 对那时候我是业务代表 然后因为当时要去拍这支广告的模特儿 要去讲说小姐 然后她转身 然后我就喊说小阿姨 因为她是我的小阿姨 她不是什么正妹 然后那个模特儿呢 她都谈好了 我们要去香港拍 要拍几天 拍摄的团队 所有都定好了 可是她突然之间不能去 好像又护照的问题 然后大家都很头痛 因为马上溅在悬上 就大家都要去 然后那时候导演就 突然之间灵机一动说 蒋伟文我觉得 我觉得你可以演这个 你来演这个好了 你高高帅帅的 你那个表情也很贼 你来演你很滑稽 我说不是要帅哥要滑稽 我记得那个模特儿 他早是早很帅 就你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 他这个档期不能再动 导演可能就是 你在骑虎南下 然后那个就找我 然后客户这边也OK了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 跑到香港去拍了 这一支欧蕾小阿姨一篇 也是我的客户 这一支小阿姨改变人生 对 这支小阿姨 拍完以后我就 我就发现 本来我是觉得 对广告公司完全没兴趣 就我自己不知道 自己在干嘛 可是拍完戏以后 发现我对这种表演工作 我突然觉得我很喜欢 然后我自从拍完 广告回来以后 我就每天魂不守舍 没有办法这么专心工作 然后客户每次说 那个客户那开会的报表 在哪 我永远都找不到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在 放心是在这个开会 我每天都想说 我想当演员 我觉得这个工作 才是我想要做的 我竟然不能当插画家 我至少要做一个 能够表演的工作 能够 因为其实画图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展现自己的 一种创意嘛 那表演也是 所以我就说 我要当演员 那时候的电视圈 是只有老三台 没有民視 没有TVBS 没有任何的有线电视 只有三台 三台都是大型组艺节目 没有talk show 没有通告艺人 能够上电视上的人 都是歌手 对 所以根本就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去进电视圈工作 我根本一个人都不认识 所以我就把这个放在心里 因为放在心里 我都快疯了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每天都觉得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那我那时候 跟一个老外住一起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说其实我不想要 在外生工作继续工作下去 我想要去电视里面工作 我想要进电视里面工作 我以为他会觉得不可能 或他可能会笑我 他反而没有否定我 他说你要去电视里面工作 我说对 我想 我是这样想 他就说 那你应该改变你的计划 我就想说什么意思 他这句话 就是你要改变你的计划 感觉是可行的 感觉好像我的梦想是 其实触手可及 我只要改变计划就好了 我说我要怎么去电视里面工作 他说来来来 你来看这个电视节目 我说我每天都在看电视节目 我记得他那时候指的是那个 超级星星天 然后是小燕姐 然后那时候亮哥还在做 那个寻人任务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那时候最红 因为那天改变我一生 他带我去电视前面 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节目一结束 他说你看 我说看什么 他会跑字卡 会有制作公司的名字 制作人的名字 把他抄下来 把他抄下来 然后呢 然后我要怎么去电视工作 他说你打10 老外就这么天真 他说你打104问 那时候没有搜索 没有手机 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就只要拿电话 打104问 福龙制作公司 然后打去问 然后抄电话 然后制作人名字 然后我说然后呢 你打去他们问 说要不要演员啊 老外就这么天真 很直接 我想说好像也可以 对 我就打去 那是我第一次打去电视工作 打去福龙 接下来是那个总机嘛 福龙 我说 请问你们需要演员吗 等一下我帮你转那个 转那个演艺部 还有经济部 然后就转过去 我想说有机会了 我竟然跟我的梦想通道化了 我竟然有办法可以 打到电视里面去 对我来说真的是 他讲的没错 改变计划就可以了 但是对方接下来说 他是经济部谁 我说你们需要演员吗 他说你有经纪人吗 我说没有 他说他就挂电话 他想说恶作剧 他想说我在干嘛 可是这个老外又教我另外一招 他说另外一件事 你该做的是 你每天要跟三个人讲 你这个梦想 你不能放在心里 你要每天跟三个人讲 我说我去跟谁讲 跟任何人讲 去公司跟人家讲 去年轻嘛 都会去夜店玩 去夜店也跟别人讲 然后你看到谁就跟人家讲 可是我还是不敢跟我爸妈讲 然后我就照他这样做 他说是吸引力法子 我就见人就说 见人就说 见人就是见人 我记得我那时候到 POP去 买一杯啤酒 那个Bartender 跟我说今天好不好 我说我想进演艺圈 就是当然也有人 觉得我很突兀 可是也有人突然之间 也有人突然之间就跟我说 真的啊 我认识那个谁谁 他也是演艺圈的 也有人说 我认识谁谁谁 是一个制作人 然后就越来越多这种资讯 慢慢我了解到 我需要一个模特儿卡 还是我需要一个演员卡 就像名片一样 介绍自己 因为我认识 他说他是制作人 然后就跟他喝一杯酒 他说那你有没有什么资料给我 李律什么 我说我有名片 名片是广告公司 业务执行你知道 我去拍一张照 在仁岸路圆怀 拍了一组宣传照 然后我就跟公司讲说 我辞职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再认真工作 我每天都想说我有名片了 我知道怎么做 我不要挡住我自己的梦想 所以我就一样觉得辞职了 然后回家以后 我每天就打电话给104 问地址 然后寄我的那个宣传卡 很有行动力 给各式各样的公司 制作单位 什么都寄 然后就这样六个月过了 一通电话都没进来 真的六个月 一个人都没有跟我联络 然后后来我爸爸也知道 我辞职 因为我爸有一天就想找我 就打到公司去 六个月过后 他找我 然后公司的人就说 你儿子早就辞职了 他现在不在干嘛 我爸说 辞职了 我爸就来看我 我爸说你在干嘛 你到底每天 我爸去看我每天 买一个那个新东洋肉酱 因为我没钱 买一罐新东洋肉酱 然后买一片 一条土 半条土司 然后把肉酱分四份 然后早上挖一份 抹在那土司上面 把它吃掉 中午挖一份把它吃掉 我可能 我爸去看我在做这个事 我爸说 我爸你支持我的梦想好不好 你支持我 我想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爸就说 好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但是我不会给你任何金钱上的支持 我精神上支持你 然后等到你真的没钱了 混不下去 你没饭吃了 你也不要来找我 你就好好去找工作 但是如果你能在演艺圈 混出个名堂来 我支持你 我爸就走了 我爸意思是说 你就自己去自生自灭好了 我就不相信你 你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就后来 走着瞧 看你怎么活下去 对 就走着瞧的意思 后来是如何在电视上 如何走进电视里的 后来就是吸引力法则 每天每天跟三个人讲 最重要的是 有一次我那个 遇到了一个澳洲的制作人 他就说 你可以到 你英文那么好 你跟我去新加坡好了 我们去新加坡 开一个新的音乐台 然后你来主持 我说当然好 然后那时候就帮我 签了三年的约 每一年都是 每一个月有十几万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太开心了 因为我经过六个月 只吃新农牙肉酱 到突然拿到一张合约 签三个约到新加坡去 我就跟我爸讲说 我成功了 我打进演艺圈了 哪怕在台湾 完全看不到我 那又放到新加坡去 我还是很开心 然后三年的约 我到那边去 不到半年 音乐台就倒了 我也想说梦想成真 对 我也觉得梦想成真 音乐台整家公司 倒到不能再倒了 你知道吗 然后又回来台湾 又过了有一顿 每一顿的工作 可是就在这时候 因为我去主持过了 所以回来 我又认识另外一个在 还是一样做 每天跟三个人讲的工作 我就认识另外一个 电台的主持人 他说你要不要来 电台主持节目 在那边我就认识艾利克斯 他也在主持电台 然后我就介绍他 我们两个就去找 不同的经济公司 我们就到了 同一家经济公司去 然后在那边又认识了 江俊翰 现在的江俊翰 那时候叫江冠豪 我们三个人就变好朋友 然后我那时候就 存了一点积蓄 大概有二十几万 然后我就想说 三台还是进不去 没有办法在电上出现 我说出现都是歌手 我说艾利克斯 江俊翰 我说我们找一个音乐人 我认识一个会作曲的 我们付他钱 他帮我们写一首歌 我们来组一个团体 我们来自称是歌手 我们就给上节目了 他们两个就说 真的还假的 我说你看日本 有一个火焰挑战者 徐若萱到日本去发展 有一个团体叫黑色饼干 那两个也是很胡闹 他们也不是什么歌手 就徐若萱很会唱歌 那江俊翰其实会唱歌 我说你就是我们主唱 我们两个就是徐若萱 旁边那两怪咖 然后他们叫黑色饼干 我们就叫 三片吐司 听起来很胡闹 这三片吐司 这黑白不是我们的告别事 为什么是黑白 这是因为我没有钱 我们写了一首歌 两首重新歌 然后还在拍音乐 所以我们只能用 因为我们没办法打光 所以干脆用黑白的 然后我们的音乐是 手上拿V8自己拍自己 这样 太闹了吧 好荒谬 这种荒谬的方法 可是终于就变我们敲门砖 我们就以三片吐司之汁 出不到了 用这么一首歌 然后打进电视台 三台都去了 看飞哥 看了瓜哥 看了小燕姐 上了超级星期贴 就什么都去了 你知道 然后我们就觉得 可是大家去是为了 打歌卖唱片 我那个钱只够押 大概快不到三千张 你知道 我根本就不是为了卖唱片 这三千张 我们送了一千多张 还有两千张在我家 江光豪也不要 江光豪也不要 他说都给你 江卫文 因为是你出钱做的 你知道 可是呢 我们是要让别人看到我们 对 让自作人看到我们 念男嘉大是有用的 行销车会被主攻 我后来就把行销车 放我自己身上 那时候看到我们 就是玉琳歌神 玉琳 他那时候有很多 胡闹的节目 真的 需要我们这种大男生 去做挑战也好 去做什么行脚类的也好 去做各式各样的挑战 然后我跟埃利克斯 跟江卫文就在那时候 就找到了一个我们可以 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位置 对 去身边吐司成功 成功 好想听听看 可不可以哪个一句 大概我们三十年 然后埃利克斯说 我们要不要办一个那个 就是回顾 你知道吗 对 可以 我说可是我们就一首歌 对 可以 我们如果出精选集 也就是一首歌 人家都要苦恼说 要选多少个歌到今天 我们不用 我们就一首歌 那生命吐司到底是什么样的歌 生命吐司的单曲就叫 早餐要吃 早餐要吃 Oh my baby You're my吐司 不管花生奶油烤焦 有营养都是最爱 早餐要吃 还要谈就是吐司 如果你去YouTube打 三片吐司早餐要吃 这一首告别式就会出现 这一首告别式就是 类似告别式的音乐 你会看到西门厅的天桥 我们在西门厅的天桥 他现在都拆掉了 对 所以也是一个时代的眼泪 是 真的 有梦想就去追啦 三片吐司也可以成功啦 六学哥怎么看 才是信奉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法则最关键就是信念 就是你的内心的信念要非常地坚强 那么接下来就是同频共振 同直相信 你看他看超级星期天 画就上了超级星期天 归纳三个重点 就是你要想 你要相信 你要去做 但他真的很想 他真的很相信 他也去做 所以他做到了 单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频道 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 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QR Code 同时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 还有还有我们有很多 独家的好看网络影片 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密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